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这个东西不能抽一往头上顶是嘛 这个呢 Tour de las. 这个呢 叫 卷叶吊兰 說白了呢 你看 它有普通的吊兰在哪呢 它 是这种叶子 是彎的 也叫什么叫涅泥塞亚女郎 很多的臭 Schedul 说这个东西怎么养 它其实跟吊篮已经跟鸟一样 你光照好一点 OK 你光照少一点 OK 但是怕什么呢 害怕水大 像我们这个呢 是比较干旱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不知道怎么 能给你们打开吗 这个就是我们从一小盆 养到这么大盆 也没来及换盆 它根系已经长得满满正正了 它里面的这个根系呢 特别的有意思 看到没 我拿出来了 看到没有 它的根系呢 就像一个 你们叫什么小黄瓜吗 它的白薯你看 在里面能储存大量的水分和养分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它是比较耐旱的 你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就是千万不要 用那种磁盆啊 用泥土啊 让它积水呕了根 表示根不坏 你看我这个越长越旺 用点肥料 它越长越哇塞 越长越哇塞 还可以换更大的盆 养得更长 那有的话 我肯定会遇到什么呢 老阿姨 为什么我这个叶子 不卷了不弯了 你一定要给一些光照 没有光照的时候 它就不发卷 不发弯 浇水的话 摸一摸盆土 不干别老焦 还有一个事就是 你看 它长出来这种花杆啊 你看它长出来这种花杆啊 小小的一朵 它像 像一朵花一样 是吧 时间长了 它会长七根 剪下来往土里边一插 它又是一个新的 从小 就可以逐渐养到大 特别的简单 耐寒能力一般 零下三度以下 就完全给冻嘎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尽量的维持在五度以上 是吧 可以适当的给光照 如果说光照很好的话 适当的来 多来点水和肥 如果光照不好的话 它叶子就直挺挺的那种感觉了 跟普通吊栏一样 要控制浇水和施肥了 希望能帮助到你一次吧 养护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不着急点关注啊 一篇关于叶尼赛亚女郎 也是卷发吊栏的一个 养护方法分享给了你们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载一 来来吃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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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